这部几乎只有一句台词的电影 却将当代婚姻的压抑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数夫妻更是哭喊着 这就是婚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妻子一边收拾昨天为清理的残羹剩饭 转身发现水槽中堆积如山的碗筷还在等待自己清理 为了让宝宝安心睡 女人只能亲手亲脚将水流放到最小 厨房的活缸一干完 还得将丈夫随意堆积的衣物 挑出贴身内穿的 坐在狭小的走廊间搓洗干净 可扭头一看 丈夫正惬意地躺在沙发上 沉溺在短视频中笑得放肆 陈珍洗衣服的手钻得更紧 火气下一秒就要爆发出来 但为了宝宝还是忍了 都说家是避风的港湾 但在这逼子狭小的空间内 处处都堆满了杂物 让家反而成为陈珍最有压力的地方 为了赚奶粉钱 陈珍没出月子就工作家庭两边跑 生活的压力让她情绪低落 她怀疑自己已经患上产后抑郁症 网页还没出来全 她就累倒在餐桌上沉沉睡着 街边汽车的喇叭声 让陈珍猛然惊醒 赶忙收拾东西急匆匆地回家 闺蜜看到陈珍回来 赶忙摆摆手 是一大小点声音 陈珍单位家庭两头实在顾不过 只能求助闺蜜偶尔来替自己照顾一下孩子 闺蜜十分心疼 你们家怎么那么小啊 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有钱的本地的 你都看不上 爱今天当饭吃吗 陈珍不知该如何回答 眼下谈记后不后悔都没有意义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养好小宝贝 只要看到她健康地长大 生活的委屈就好像都不算什么 可只要眼神离开孩子 陈珍的心就成一片狼藉 地毯上掉落的果酱杯 桌角散落一地的玩具 没洗的奶瓶 溢出垃圾桶中发臭的纸尿裤 以及水池中堆积如山的锅碗瓢盆 似乎杂乱不堪的生活 都在等着她去处理 陈珍强打起精神 一点点去收拾干净 为了不打扰孩子 她做什么都得供着邀亲拿亲放 等全部处理完 她整个人已经泪瘫在沙发上 门外开锁的声音吵醒了陈珍 她下意识就是先看看宝宝 然后快步走到门口 用肢体和口型提醒丈夫 孩子睡了动静轻一点 丈夫身上浓重的烟味 惹毛了陈珍 她翻出丈夫的内兜里的香烟 默不作声地看着丈夫 将烟盒狠狠地丢在地上 为了贴补家用她不敢买衣服 甚至连刷碗都在控制着水流大小 而老公却抽着几十块的高档香烟 明明是一家人 却显得只有陈珍在付出 一时间陈珍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突然袭来的胀奶痛感 才打断了她无声的委屈 女人痛苦地挤着奶水 即便在酸胀 也要为宝宝挤出口粮 可一转头 却看到丈夫搓着肚子 表示自己饿了 要求妻子快点为自己准备晚餐 陈珍无奈只能起身 为丈夫开锅煮面 可是安静的家里再次传出声响 陈珍费半天禁挤出来的母骨 被丈夫不小心打翻 陈珍赶忙上前去收拾 可是一旁的丈夫 却又以工作为由 将这烂摊子扔给了妻子 不知从何时起 两人相处的方式就变成 陈珍追在身后帮她处理卫生 丈夫进门后 随脚甩下的臭鞋后 就坐到沙发上休息 陈珍忍无可忍 一把将鞋扔到丈夫身上 丈夫这才发现陈珍的情绪 不情不愿地把鞋放回鞋架 把脱下的脏衣服随手堆在沙发上 而当她再次收拾完一切后 却透过猫眼 发现丈夫对着电话那头喜笑言开 难免猜测对面是哪位红颜之警 陈珍终于忍不下去 气冲冲地推开门 夺过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 狭小的空间中 终于发出了声响 陈珍回过头嘴唇发抖眼泪汪汪 可心中依旧牵挂小孩 还是没能将心中的怒气嘶吼出来 眼泪无声地滴下 这段婚姻中 她已经出得筋疲力竭 想到这女人打开了手机 里面赫然写着一份离婚协议书 陈珍似乎下定决心让这段婚姻画上句号 可其实丈夫的日子也瞒着她 过得异常艰难 大长腿美女从车前经过 男人看得入迷 可下一秒又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 为了让这个小家过得更好 她每天主动留下来加班工作 干到一半 却被上司叫到办公室 告诉她正在进行的项目终止了 让她着手准备下一个项目 老板的指令意味着 她这个月的绩效提成没戏了 之前所做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 手机中不断弹出消息 提醒她要缴费 家里才生了宝宝 才正是要花钱的时候 男人十分头疼 妻子没出月子就出去工作 男人一非常心疼 于是决定瞒下所有 贴心地买了礼物作为惊喜 上楼前她猛吸几口烟 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 就在这时接到好兄弟的电话 帮男人介绍宠物策划的新项目 但时间紧迫必须当天晚上就给出方案 男人一听能多赚钱 马上恢复斗志 快速奔回家 不停地在门口挤出笑容 试图调整自己的状态 可刚打开房门就被妻子训斥噪音太大 只好笑着哄哄老婆 回到家后孩子都顾不上看眼 马上找到客户的视频 再一条不差的全部看完 此时又收到总监的信息 意思两人通电话说点内部消息 稳扎稳打地拿下项目 可是没想到 一通电话的功夫 妻子就在她面前崩溃了 但是为了孩子考虑 两人并没有立生争吵 十多平的小房子 要是吵起来必定是场灾难 男人转身关上门 两人决定用手机沟通 陈真来到卫生间 委屈地在聊天框敲下离婚的字眼 丈夫在卧室 也忍不住对妻子发牢骚 可是犹豫片刻后 陈真删掉了想要发送的话 换了更委婉的说辞 陈真越想越委屈 甚至开始后悔当初 没有听闺蜜的话和富二代相亲 刺痛对方的话一遍遍打在屏幕上 但那颗爱人的心却迟迟没有发出去 最终丈夫先低下头 发过一张表情包 陈真回了一个微笑 见到妻子的回应 丈夫马上发动搞笑表情包攻势 伤害对方的话 都变成了搞笑应景的表情包 两人的争吵 又在无声中消解了 陈真被丈夫逗得有了笑容 假装生气地来到卧室 假意锤打着丈夫 埋怨她的不体贴 丈夫心甘情愿地让妻子抓着胳膊 狠狠咬了一口 虽然很痛 但丈夫还是笑出了声 然后从背包中 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面霜 埋怨和委屈终于在此刻烟消云散 这部仅仅只有16分钟的短片 却暴露了无数个婚姻中的真实细节 结婚前眼中只有彼此 婚后爱情变成了一日三餐 变成看得见的柴米油盐 当身份转换成丈夫和妻子 当孩子出现在两人中间 两人肩上都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加上繁忙的工作 难免会有照顾不到彼此情绪的时刻 但若让冷战代替沟通 让争吵代替理解 那在深厚的感情 也终将会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 消磨殆尽 罗曼罗兰曾说过 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意 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 并且仍然热爱它 面对生活和婚姻 彼此都是新手 或许多一些理解 就能将矛盾转换为爱 爱情和婚姻更是如此 若拿出共度一生的勇气和准备 那理解和包容便是最重要的